大家好,升旗易得道 踏入苦年,遙遙第一次和大家見面 祝大家平安健康,找到靜島,已經好夠了 第一炮,我想說說香港樓市大領落 讓大家今年心裏有預算 原來一二手市場在大年初一 只錄得新舊盤各一宗,即是兩宗成膠 雖則說新年的交頭數來都會比較淡靜 淡靜到一隻手掌數得好,好像之前真的沒見過 跟牛年比,牛年各區都有承接盤 已經有個差別在 講這集之前,記得大家做回支持六部曲 按like,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三頻道,現在應該是星期二日報來的 如果各下新年有閒錢,很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Patreon 在這裡多謝大家 農曆新年期間,因應疫情,其實發展商就沒什麼推薪盤 而由這個信志和匯德峰地產四間發展商合作的維港會議 我想很多人都在街上見過他們的銷售盤 就售出了一個單位,二座二十六樓A室 實用面積一千零一平方尺 四房間價,成交價就是三千一百五十萬元 赤價就是三萬一千四百六十九元 不知道買家就哪裏人,這裡就沒寫的 另外一宗就像是本地成交了 沙田中心的森林大廈,實用面積就是三百一十平方尺 原叫價就五百五十萬元 新買家就為外區客,夾好吉時入市 以價後就以五百二十八萬元成交 赤價就是一萬七千零三十二元 因為之前我都做過一集沙田第一城的分析 我覺得這個赤價好像都貴了少許 另外就是年初二,終於就很快出現了第一宗洩漾 就是這個收機灣營匯,我也不知道是甚麼盤 營匯1A座中層F室和 實用面積就是二百九十八平方尺 採開放式間隔就是那些棺材盤 成交價就五百九十八萬元 實用赤價就二萬零六十七元 原業主就在2016年高峰期10月 以6百一十萬賣入單位 轉手賬免虧損就十二萬 連連離印費、燈油火納那些 就肯定不是蝕十二萬 跟著主力都說說一張圖,太古城 年初一就出售了宜山角的中高層H室 實用面積就五百九十三方尺 兩房望景 原業主農曆年之前就希望以一千二百五十萬元放售 但都放了很久才有人問津 買賣雙方議價之後 以一千零五十九萬元逆手 累積減價就一百九十一萬元 折合尺價就是一萬七千八百五十八萬元 熟市價,是市價水平 原業主在2007年以312萬購入單位 現在就大幅減價一萬元之後 叫做獲利七百四十七萬元 物業期內升值兩點四倍 另外原來太古城年二十九都有兩宗成交 第一宗,泰山角極低層衣室 實用面積就六八九平方尺 三房間隔座向西南外望街景 客廳連接這個公家平台的低層 以市價一千萬元售出 赤價就是一四五一四元 那你說是不是比沙田中心那個 據知原業主早前以一千零六十萬元放售 都累減了六十萬元 單位就在2010年11月以五百五十五萬元購入 拿了十一年,賬面就贏四百四十五萬元 期內升幅八成 至於另一宗就是鳳山角中層 A室,面積就五百三十平方尺 兩房間隔座向東南,望內圓景 同於這個年二十九 以九百八十萬元年租約沽出 因為這個有租約成交價高一點 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一 太古城一月份暫錄得二十一宗二手成交 平均價是一萬九千七百五十三元 另外有一宗就大單點的成交對上兩個星期的 就是沙士盤 2003年沙士低位的時候 就是入市的業主 趁目前還可以離開,當然離開了 業主以一千六百五十萬元 沽出一個自用的三房單位 十八年間賬面升值近四點七倍 所謂賺了一千萬元 這就是海天花園海天各中層的二十 實用面積是七八五十九平方尺 就是三房年套房間隔 望屋、遠圓景、泳池景 單位原由業主自用 數月之前就已經放了出來 當時就叫價一千七百三十萬元 由於該單位就是處於商場上蓋 出入購物都方便 所以就獲得區內換樓客垂清 雙方議價之後 就以一千六百五十萬成交 也減了一口 赤價貴少少 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九元 原業主在03年7月份 就以非常之底的價格 二百九十萬元 購入這個物業 這次賬面就賺一千三百六十萬元 雖則就賺很多 沙士盤都走 你說大不大領落 其實樓市在一月已經不太好 地產就報清 在第五波疫情的情況之下 新盤市場就受壓 新盤成交量 錄得683宗 不但較上年12月 約850宗下跌20% 連跌兩個月之餘 更加熟2020年12月以來的一年新低 而一月全個一手市場 就只有一個單動的新樓盤推出 就是恆基和市建局發展的長沙雲 影竹我都不知道這個盤在哪 因為都是市區小單位 總有一些小家庭買的 月內首輪和次輪共計 204伙銷售軍迅速沽清 佔整個項目的337伙的6成 更加為一月的香港整體 新盤成交量貢獻了3成 至於年尾跨年開售的元朗站 上個月的住宅項目 新鴻基的The Yoho Hub 全月累計賣出153伙 單月成交額15.8億 交投量列第2位 整個月加起來都不夠500伙 真是低無可低 另外也想說一下一個趣聞 就是去年二手成交 哪個盤蝕得最金呢? 話說上水有個盤叫天聯 這個盤其實就入伙12年了 二手買賣從來都是蝕多賺少的 最近竟然錄得一宗罕有的所謂賺錢成交 這個就是天聯的日內瓦大道 東商號陽房 應該是排屋還是獨立屋 實用面積3,003平方尺 兩層連天台 四房三大廳價 望翠綠圓景連車位 據知上市的業主原打算換樓 起初叫價5,800萬元放盤 最終劈價300萬至5,500萬元沽出陽房 減價5% 成交價約18,315元 據悉這個陽房是在2013年9月以5,000萬購入 8年上獲利500萬升值10% 又是計算燈油火納離陰費 叫做平手 天聯過去經常錄下選手成交 但計2021年全年 屋苑就有22宗二手買賣 僅2宗是賺錢來償的 換言之選手比例竟然高達90% 而該兩宗賺錢的個案 賬面的賺幅也只有7-13% 跑輸大市 至於你說該20宗蝕讓成交 賬面蝕幅最強的有35% 就是9月有一棟單棟洋房以6,000萬沽出 教他11年前買入的時候 賬面大幅虧1,088萬元 業主在2010年以7,088萬元 購入上市 持貨11年 時次沽貨賬面虧1,088萬元 貶值15% 哪些人會做一個千萬元的洽錢投資 什麼國籍的人 香港、中國 你知我知 不得而知 而未來今年的樓市 應該都挺腥風血雨的 今集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新年平安好運 拜拜 請請 教授 教授 此明 我們會 合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